买车如今已经成为了每家每户必须做的事情 在选择的过程中更多的人注重汽车的配置以及内饰 汽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 它的实用性能是不可忽略的 自家游可以说是一种很自由的旅行方式 因此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SUV车型便应用而生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 SUV汽车的耗油量太高 从而选择其他车型 其实不然 目前SUV汽车的耗油量还是受车主认可的 这三款SUV汽车的平均耗油量才7升 可以说是经济实惠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三款SUV汽车 首先是林木维特拉 它的售价在9-15万之间不等 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所承担得起的 性价比很不错 维特拉是林木旗下的品牌车型 是一部比较小型 但实用性很强的车型 外观上底线着浓浓的越野SUV的气息 双色车身设计迎合时尚潮流 内饰简约朴素 但又不发大气感 穿上的空间容量比较大 储物功能还是比较给力的 虽然品牌证明度不如其他热门品牌 但整体水力还是很强大的 第二款便是本田XRV 这款车的价格在12-16万左右 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外观给人的感觉便是硬气时尚 个性十足 内饰的做工也比较精致 优化空间设计可以说是本田的主打 乘坐空间和储物空间的设计比较合理 动力方面采用的是1.5升的发动机 动力十足 同时它的油耗还是比较低的 综合油耗在7升左右 可以说是比较省油的SUV了 最后一款便是明觉ZS 价格在7-12万之间 可以说是这三款车中价格最低的车型 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对于汽车在追求经济实惠的同时 也追求前卫与科技等元素 这款车则将是这些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不论是外观还是内饰 可以说是时尚感十足 虽然说它的动力表现不是那么优秀 但是它的油耗也只能在7升左右 是一款比较适合当代年轻人的车型了 那么你们喜欢这三款比较省油的SUV车型吗